眼疾案例 2013年8月15号晚 小女眼睛开始红肿 2013年8月16号早上8点11分 吃早餐时 小女左眼已肿成一条线 2013年8月16号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并以无菌棉签 蘸淡姜汤洗夜共三次 晚上肿也消了很多 但症状还有 2013年8月17号早上醒来 左眼还有红肿 被很多眼垢粘住 2013年8月17号早上8点55分 姜汤洗眼后 红血丝减少很多 眼睛清亮许多 2013年8月18号 小女眼疾已完全痊愈 露出喜悦的笑容 眼疾前后比对 前后比三天 用原始点处理小女眼疾过程 用新鲜老姜一小段 切成小片放进水壶 用一小碗沉净水 加水沸腾后五分钟倒出 待沉淀后倒出一小杯 用五支无菌棉花签洗眼睛 上下眼瞼 眼睫毛和两个眼角 每支棉签只能用一次 最好不要来回清洁 清洗完后 马上喝姜汤 按原始点温敷 特别提醒 在给孩子清洗前 自己先试试姜汤的浓度 以及姜汁浸眼后的感受 当着孩子面测试 当眼泪流出来后 眼睛就能睁开 且很清爽 明亮 没有难受感 把这些真实感受详细告诉孩子 孩子观摩后 很踏实 没有恐惧感 接着就很乐意接受您的处理 个人认为此方法很环保 红眼病 角膜炎 眼睛痒 干涩 疼痛 模糊不清等 都可以试试此法 淡姜汤简单的制作过程 选一小段姜洗净 去掉两端和坏处切片 放进水壶 加一小碗沉净水 水开后五分钟倒出沉淀 待温温的装入小杯就可以清洗 2013年8月21号大陆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